大家好,我是屁肋蛋和貓,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但這個星期除了是遊戲紀錄外 我亦都會回應上一個VLOG,即是第二個 大家的留言 因為今個星期其實玩過的遊戲不是很多 看完我小小說今個星期玩過什麼之後 就記住如果你有在VLOG留言的話,記得要聽下去 2013年第29週了 原來已經過了半年了 不說時光飛逝,就說回玩遊戲 Marsy Facts 3已經辛苦,終於解決到最後一隻Ultra Rare的角色 但不代表我解決到其他角色 因為還有一些Rare和Uncommon 還有一些Rare還沒拿 但他有三隻Ultra Rare 最罕有的 所以就回到最後一隻 Avacant Collector Avacant Collector 其實原本這個種族是你的敵人 不知道他們出無可出 還是怎樣,就出了一隻給你玩 這招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有兩招都是其他任何的角色都沒有 是沒有重複 那一招 跟人共用的就是有一招Dark Channel 一招 下一個持續性傷害在敵人身上 如果敵人死了就會再跳到旁邊的敵人 因為敵人死得太快了 所以相對的用處也不太多 但這隻Ultra Rare最突出的技能 當然是Dark Sphere 放一個會持續傷害敵人的光球 飛得很慢的 所以他避免到的敵人都會受到傷害 感染了這一招的東西 你身上身後也可以用另一招Dark Swarm的招 引爆Biotic Explosion 造成很高的傷害 這招Dark Sphere 自己也可以引爆 做大範圍的傷害 但你引爆後就會有一個頗長的冷卻時間 其他招都用不了 令你變得很沒用 所以正常情況下 多數都未必會引爆他 除非你真的需要炸死附近很多的敵人 那這招Wicked Collector 其實比我想像中難用 由於他的出招動作都頗為長 而且一個不小心 引爆了Dark Sphere之後 用不到其他招 令你變得很速手無策 但Dark Sphere 放了出來 就算黏在地和牆都會維持一段時間 所以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再出移 會再按按鈕 不是變成引爆呢 這個時間需要慢慢掌握 另一隻玩了的遊戲 是新遊戲 Rexus 應該是R-E-U-S 這個遊戲中 你可以操控四隻巨人 然後就在這個本來 完全沒有生命的星球上 做過海洋、樹林 然後用他們的能力 放一些動物、植物 就會有些人在地上生根 然後怎樣幫助這些人類發展 繁榮呢 例如給他們一些礦物 或者給他們多一些果實 你不可以直接影響人類做什麼 但是要怎樣幫助他們 就是這遊戲 玩的地方 但這遊戲並不是完全是God Game 所謂God Game 就是你做一個神 然後你喜歡放什麼 就放什麼 然後看看那些人怎樣反應 這遊戲由於其實 雖然有一個Free Mode 就是可以任你怎樣玩都可以 但是主要那個模式 其實是限一段時間 看看你可以 怎樣做得到 去 去 最好的幫助到那些人 所以其實你是很需要理解 你每一樣放下去的東西 會提供到什麼給人類 因為他們需要金錢的時候 你應該放一些礦物 他們需要食物的時候 你可能要再放多一些 動物或者植物 我玩了兩三次之後 覺得再需要多些時間 去理解那些巨人 可以做到什麼 他們的能力 這樣才可以更加合適 在這個最短的時間 幫助到那些人類 所以有人覺得 這隻有少許是Puzzle Game 的成份 也有God Game 最後略略一提 Dishonored 下一集大家會看到 某些原因的情況下 需要回去重玩一些東西 但一個不覺已發現 重玩 我上一個save 已經在再之前有一關 所以為了重玩一小部分的東西 結果要重玩一次上一次 進去Sokurov家 和實驗品312的故事 不過當然重玩的時候 快手很多 因為知道所有東西在哪裡 也可以看到我成功地 跳下去解決OVERSEER 至於下一集是說什麼呢 接下來是星期二 大家喜歡看的就留意吧 接著就回應我第二個VLOG 說訂閱、Like、Dislike、留言 和FANS的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正如第一個留言 我看到Keen恩兄說的Panda兄 盡數 盡說心中情 這就是我所謂的 的確是 都有點盡說心中情的 多得大家來看 亦都好多得大家 留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留言給我 第二個留言 Malcure 嗯 說背影遊戲給個... 嗯... 眼神 打錯字 背景遊戲 應該是 但奇怪 就是我第一個VLOG 都不斷寫背影遊戲 到現在都沒有人發現 當然我已經改了 麻煩你提醒 接著 Hansen 和 Esciting 漢森 和 Esciting 你們證明了中文 一個我之前看過他們玩 Deadspace3 一個合作模式 我挺喜歡他們拍的手法 的... 一個Channel 或者兩位... 朋友 應該稱之為 一個Like 對他們的... 鼓勵都很大 但... 得到Angry Bird 多人看 的確有點無言 接下來他又想拍LOL 嗯... Esciting 就想拍Minecraft 大家一起加油 說出他們的心聲 被人Dislike 真的有些晴天霹靂 不是多謝我一直支持他們 絕對認同 一個Like是很大的鼓勵 特別對於我們這些 不是很多人看的 不是收到很多Like 不是說出一段影片 就有幾千個Like 飛出來的Channel 或者是拍攝的人 是很重要的 你說得到Angry Bird 多人看都... 不要緊 那段... 一來你們真的拍得好的 那段... 應該稱之為剪得好 駁到進擊巨人的OP 那... 二來熱門東西 始終多人看 你起碼有一套 有這麼多人看 我...一套都沒有這麼多人看 始終 或者我建議你們 出片出密一點 可能別人來看你那一套 之後... 都一段時間都沒有特別 出其他東西 就可能不要追看下去了 因為... Youtube上面Channel何其多 那... 除了拍好影片之外 那個... 持續性都很重要的 那... 或者你們... 如果真的拍... L.O.L.O.L.Minecraft的話 會有幫助的話 或者這兩隻都是... 非常之... 受歡迎 非常之... 多人看的... 會是... 接著... 接下來... Reproduction的兄弟 我不知道是Ruffy 還是阿祥 還是Brian You got a good point 你們都有good point 其實你們那段... Radio呢 我有看的 那... 很久沒出下一集 又說請嘉賓 還有你問那個問題 我回覆了你 其實... 不知道你們是否有安排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收到我的回應 我怕你們當我... 沒有... 沒有回覆你 如果你有改變主意的話 沒有所謂的 不過... 我又說說... 你們知道我說什麼 應該... 再來... Nicholas... 我不是很怕讀錯你的姓 Nicholas 我講中... 講中了很多人的心聲 有沒有講中你的心聲 大家都是... 有拍片的人 大家都加油啦 再來... 一個長期的讀者 我的名字 應該讀成... 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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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O字 最近... 因為工作忙碌 很多時候只給我一個Like 沒有留言 但仍然很期待... 呃... 我的影片 特別希望看到Dishonored 怎樣都好啦... 呃... 就... 嘩... 我是其中一個最喜歡的Youtuber 這樣 非常謝謝非常謝謝你的台舉 多謝你長期以來都... 收睇我的影片 那... 不要緊的 說... 沒有留言 其實我說是這麼說 希望大家... 可以的話 或者... 有特別的想說的話 就... 慷慨解囊地給點留言 如果你看過 你覺得都... 慣常的東西 或者你沒有空的 或者你沒有心情的話 不要逼自己... 不要... 不要... 覺得這是一個責任 我看完Pandar的影片 一定要放一個留言 如果... 他就不喜歡啦 或者... 或者... 是任何... 這樣的東西 我有的看法 大家有大家需要... 要... 面對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呢... 不要緊的 你給我一個Like 都非常開心的 知道你們有來看 已經... 很滿足的了 其實... 特別特別感激你 那麼喜歡我Dishonored的影片 因為Dishonored的影片 是我自己... 很喜歡 但我知道... 不... 太適合... 很多人的口味 我想 所以... 人們看的數字 是比較少的 但如果你... 那麼喜歡的 我就... 絕對會繼續拍下去 再來三虎 分開了兩段 三虎 居然... 這段影片 有人決定打... 打死他 不用打死他 冷靜一點 雖然你們是老虎 第二個就是... 發現... 熊貓跟我一樣 那麼詳細 其實你寫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自己說了15分鐘呢? 其實我之前有練習過 講一段話的 其實... 其實講了20分鐘左右 不過因為我一... 真的開始講的時候 中間又加插了一些東西 或者... 有時候有些... 不順利 當然會拖長了時間 最後... 離了30分鐘 我都... 沒辦法了 啊... 對了... 大家講這些話 是會詳細一點的 你也知道 不要笑我了 Chenna871問我多少歲 之前那個vlog是有說過的 那我賣一點告白 你可以回去看那個vlog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呢? 其實... 不過我告訴你 已經三字頭了 接著... Cherry721 謝謝你留了兩個留言給我 非常非常有心的留言 她說呢 她是我的Scribblot系列的 中世支持者 第一次接到我的影片 由Far Cry 3開始 第一次是一個不打機的女生 竟然會看一個男生自拍打機的影片 真的很有趣 還要是... 拿槍殺人的遊戲 但... 為什麼... 這樣也會看呢? 因為我覺得... 我所說的暗藏笑位 挺幽默 還有大部分男生 都會喊粗暗打機 我用冷靜... 幽默的態度 去... 用一些技巧去打一隻殺人的遊戲 好好看好好笑 而且說我的聲音 聽起來舒服 之後 有去看我其他... 遊戲的影片 最後選擇Scribblot 不是因為其他拍得差 是因為... 覺得這些... 可愛的遊戲... 對這隻可愛的遊戲 興趣大一點 而且這個遊戲可以亂來 相對來說 我拍得比較有趣 長期支持者 原來這個是... 由Far Cry 3開始看 說起髒話 其實我平日... 都不說開 所以打機的時候 也不會特別說 我覺得有時候拍打機片 你所謂我... 用一些很冷靜的方法 去打一隻殺人的遊戲 我覺得這些Let's Play的影片 其實大家可能都是喜歡看 玩的 心中究竟在想什麼 因為你不說 你別人不會知道 所以我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解釋我 面對這個情況之下 我心目中究竟在想什麼 在計劃什麼 而不是... 就這樣叫啊 什麼啊 或者... 或者... 我... 遊戲對我來說 最開心的地方 並不是真的... 砰一槍殺到個人 或者砰一聲噴血 那些東西 而是怎樣可以 我自己心目中計劃的 而實行出來 遊戲... 又做得到... 給我一個成功感 就是我打機最... 滿足的地方 所以... 很多時候一邊玩的時候 一邊解釋我心目中計劃 當然是什麼 然後大家就跟我一起分享 結果 是不是我心目中想的那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整件事 由計劃到達成的成功感 在這裏 Scribun奧系列的確是一個異數 因為... 不是太多其他遊戲 可以... 提供一個場合 給你 去想那麼多 古靈精怪的方法去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 難得有這款遊戲出了 大家除了喜歡看之外 也可以去玩 因為... 真的是一隻老少咸兒的遊戲 唯一有少少希望 就是除了Scribun奧系列之外 如果我拍其他... 不是Dishonored 或者其他平時 隨便玩的遊戲 都給個機會 看一看 或者看少少覺得不好看才 或者你會發掘到一些你都喜歡看的其他影片 第二個留言呢 就說回這條影片 覺得我的態度和立場都很好 正面又中肯 只是說得有點沉 不過想說 無論你態度幾正確都好 都很難改變到現在觀眾的態度 有個LIKE已經很好 很難期望他們再LIKE之後 會跟你說一下原因 畢竟他們不是我的partner 沒有必要幫我改善的 他們很被動 如果YOUTUBE有一個功能 是你按了LIKE或DISLIKE出來 會彈一個LIST出來 然後... 有一個清單 選一些不同的原因 或者其他原因 你就可以問卷調查 收集更多人的意見 無論你再說幾個小時 都不會改變太多 而且如果你說得不太沉 就更適合更多觀眾 其實他說他也很沉 但看了我說了半小時 不留言實在對不起良心 希望這個小小長的留言 可以增加到你一點點信心 繼續加油支持你 長到要分開做兩個留言 我都不期望我的影片 可以改變很多人的意見 不過有點不肚不快 如果YOUTUBE有一個系統 可以有一個DROP DOWN 當然是一件好事 不過... 我想現在很多這些... 好像FACEBOOK也好 YOUTUBE也好 Twitter也好 或者任何東西 其實... 是一個流量很高 他也不太介意大家 有用心去做交流的一些平台 對於他們來說 或者他只需要人氣 只需要多人用 所以... 這些... 這麼... 有助大家認真去交流的事情 我覺得並不是他們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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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 這也是我不是太喜歡 現在... 網上... 文化的... 一個原因 就像我以前 用Blog的時候 啊... 或者用Forum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 打致去講大家的意見 大家... 任何東西都出現點讚的按鈕 促進了水果阿貝式的交流 大家看完影片覺得讚了 我又好像給了意見 但其實有沒有說到什麼呢? 還是大家很煩煩之交的 我收到個讚就已經很開心 這些也是我個人 或者其他人 我想也不會改變得到大小所趨的主流發展方向 說到說話渾 其實一來因為我沒有寫得很好 我想說的話的廣告 而是當我說的時候 我可能會加入一些枝折 或者說話想解釋得好一點 再重複幾個角度去說 另一段影片就變得越來越長 正如現在這段影片都變得越來越長 所以我就不在這裡說這麼多 非常多謝你這麼長的留言 你這麼有心的留言 不是給我一點點信心 而是給我很多支持 簡直說 知道有這樣的觀眾看著 令我覺得更加不可以氣拍 或者更加要確保 每一段影片都有一定的水準 才可以放出來給大家看 有時候說一些觀點態度上的東西 大家都會有同感或者有興趣看的 跟著有TonyLine的留言 有客支持 你也有客的 我都喜歡看你幾段很短 但是很有味道的影片 其他人聽到我這段說話 可以去看看 有幾次都想留言 但我不知道怎麼說好 不知道怎麼稱讚你 你那些文字好 我不敢說很警勢 但是... 我會說有些東西的 在裡面 再來Bennie Chong 支持你 我也很感謝你 TheHemsTube 說認真 我覺得你很有心 甚至... 有時候想為什麼你可以這麼有空 我也同意你作為自己的主張 不過... 在Youtube還是JTV都好 見一隻自己覺得很有趣的 GameBuzz 觀眾接受呢 感覺有點差 再說一點 就是 熊貓你真的很長氣 嘩 不過 作為一個觀眾 我覺得你的GamePlay 其實... 有點偏長 如果可以在20分鐘左右的話 觀眾... 就我而言 起碼 就會聽得比較舒服 多謝你讚有客 但其實我不是很空 我只是把很多以前用來打遊戲的時間 放進去... 剪片 以及各樣各樣相關的東西 所以其實打遊戲真的打少了 的確是啦 如果你拍了一隻遊戲 觀眾不認同 每個人都想你拍Minecraft 或者什麼的話 感覺有點差 所以... 所以呢 所以我希望我這裡選擇的遊戲 其實跟大眾的選擇 可能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 有時就是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其他 可能大家未聽過或者未看過 或者甚至不知道的遊戲 告訴大家 遊戲呢 其實真的有很多種的 那也希望... 拍的時候... 可以做得到 就是... 這些原來我還沒聽過的遊戲 也挺有趣的 這樣吧 關於影片過場 其實都有兩邊的聲音 有些會想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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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會想長太多的 其實我知道20分鐘左右 是一個不錯的 以及一個主流的... 時間 這個影片的長度 但有時候 尤其是拍Dishonored的話 20分鐘真的做不到什麼 因為我自己每一集 都要玩40至60分鐘 剪完也剩下20分鐘 要不然就要剪掉很多很多的東西 要不然就會非常緊迫 所以有些遊戲就看情況而定 我想我會嘗試兩個方向 某些輕鬆簡單一點的遊戲 可能試試拍短一點 例如我之前的Cube World 我都把一段較長的影片斬開十幾分鐘一段 希望... 大家不是追看的 會比較容易收落 但那些是長篇連載的 或者... 要看遊戲的節奏如何 我不希望為了一定要斬到20分鐘左右 就很短的做了 沒什麼做到什麼 就已經完成了一集 大家看得又沒什麼忍 呃... 我又... 多一個掣爪去... 影響我如何控制節奏 亦都... 難上加難另一件事 接著是Jack10的留言 支持你的影片 還有你的態度 保持自我是一件... 重要的事 這句話說得對 就是喜歡我 有自我 不盲目跟隨主流 多謝你的支持 多謝你支持這個態度 其實說起保持自我 應該說 我覺得自己沒什麼勢 如果連自我都保持不了 在這個世界上就好像... 很渺小到... 渺小到... 很沒安全感 所以... 我想我比較著重... 自己所謂自我的感覺 有沒有真的有很多自我 我不知道 但... 這個感覺呢... 就... 但保持著這個感覺呢...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不是可能我會覺得... 做人無以為計 但是... DONALD MOG 說 有時Dislike是按錯了 因為... 電話螢幕太小 沒錯 這件事我都有發生過 在我身上 按錯是否可以... Undislike 但是... 如果真的按錯了的話 希望... 按對它吧 對不對 不過... 當然... 如果真的要來Dislike的話 我都不會阻止你 接著有 XiuTintang 說支持你的影片 說得沒錯 保持自我是一件重要的事 大家這樣說 你都保持自我 謝謝支持 最後啦 DOTABOREOHK 這是另一個拍DOTA2一些教學影片的頻道 他說 Hey Panda 說真的 香港打機的Youtuber很多 但你玩的遊戲很多時候都很有趣 即是不一定要是AAA title的遊戲 雖然會沒有那麼多人看 不過你可以不斷地拍下去 這種熱誠真的很難得 記得幾個月之前開始拍影片 什麼都不懂 你就給我一個很鼓勵的留言 其實對我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其實對我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然後說 在香港那麼多拍打機影片的Youtuber來說 雖然他不懂得很多 我認為你是值得多一點 得到多點見 KEEP UP THE GOOD WORKS支持你 你也KEEP UP THE GOOD WORKS DOTA2的影片在香港比較少 希望你也可以繼續教會大家玩這隻 很高質素的遊戲 那說說拍的是AAA title 其實我沒有太多考慮 是不是AAA title 這個問題 其實因為 因為AAA也好 即是一些很大製作的遊戲 也好 次級的也好 也好 也好 做得出來 如果是好玩的就是好玩的了 問題就是 拍片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適當的態度 去把這隻遊戲好玩的地方 表達出來 不斷拍下去 是因為我真的不斷打遊戲 反正都是打一顆不妨 拍給大家看 介紹給大家 也好 或者分享一下 或者不吐不快 正如你們拍DOTA2的影片 也是因為你覺得這隻好遊戲 想推介給更加多人認識 更加多人懂得玩 更加多人可以享受這個遊戲的樂趣 很高興之前給的小小留言 可以幫助到你們 你們留的這個留言 也對我好有鼓舞作用 會不會得到更多views呢 我不考究更多了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因為喜歡打遊戲 所以才拍片 我之前都說過 有人看我就拍了 所以希望大家來不來 來劉過言 給個like 給點反應 讓我知道還有人在看我的影片 最後再一次 感謝所有劉過言的觀眾 給個like的朋友 無論你的留言長還是短 說過什麼 你給我的每一個回應 對我來說 是很有意義的 當然我不可以感激 更加多謝 很有心留了很長的留言 跟我說了很多他們的心聲 他們的意見 甚至提議給我的觀眾 要特別感謝你們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